在这一题也请大家来投票一下 游文龙分析说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做了一个民调 那台海是不是早晚都会发生战争呢 在2019年当时11月的时候 同意只有16% 那不同意是74% 但是到了10月份 同意的部分上升了 来到28% 不同意64.3%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游文龙分析说 在民调当中 越年轻学历越高的人 他们相信两岸迟早会开战 那在政党的倾向上呢 民进党的支持者 1成8同意中共迟早攻打台湾 那大概有7成多是不同意的 那在国民党的部分 有3成8是同意 将近6成不同意 民众党是比较多一点 有4成以上同意 那5成6是不同意 以及还有时代力量的部分 也有一个民调 好 现在可以看到 虽然说不同意的还是比较多 但确实台海十分的紧绷 那大家你同意 你认为说台海早晚会爆发战争吗 你同意的话 帮我在聊天室加一 那国防部长秋国正承认说 确实情势是蛮严峻的 但这个时候 明年要采取的新制教招 改成14天 现在不少人都在讨论 那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调查 就看到了 在武力犯台的时候呢 一年教招一次每次14天 明年会实行 25岁到34岁最可能会将要上战场的年轻人 所以认为说蔡英文准备很充分的 在这些年轻人当中 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整 好 也相信蔡政府准备很充分的 民调是多少呢 是零 中央部宣布明年教招有新规定 天数从一星期拉长变14天 钢铁强化和战斗训练 设计训练一口气增加16小时 总发数从86发增到183发 战斗训练12小时拉长到56小时 如此大动作调整 难不成两岸情势已经空前危急 当理由很多 不管自己发觉有哪个能力各方面不够的话 我们倒要逐步加强 你觉得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 你是否这么提 我这样讲过 是阳俊的时候 那你觉得会比1996年 他也会接下来危险吗 当然 两岸阳俊 邱国正如此绷紧神经 但最新民调却显示 若中共无力犯台 25到34岁 最可能上战场的年轻族群 认为蔡政府准备非常充分的 竟然只有0% 而25到64岁的人 更有超过五成以上 认为蔡政府没做充分准备 年轻人很清楚嘛 他们自己受了什么训练 对你吹牛归吹牛啦 但是呢 人民的眼界是血量的 蔡总统多次发言 挑衅对岸 蓝军炮轰 身为总统 应该捍卫百姓 懂得避战 很凶的一个人 邻居 你一低上去惹他吗 何必 你不自己找麻烦 自己过不去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执政者 不但让两岸陷入空前僵局 更让百姓深陷战争危机 活在恐惧里 这有杨奇浩黎一璇 SNG小组台北报导 好 认为可能真的会有战争出现吗 张梅梅 林中天 还有呢 是MASA 以及是加龙 好 感谢大家的意见 那持续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新制叫招 明年将要改成14天来试行 那新制跟旧制差在哪里 首先在天数的部分 旧制的部分是5到7天 天数在新制直接就来到 两个礼拜 两倍的时间 频率过去是两年一训 但明年开始可能会变成一年一训 所以不止时间拉长了 这个频率呢 也变得比较频繁 人数的话 旧制是有9.7万人 那新制是1.5万人 如果要来选择谁要来叫招 在旧制电脑来选 依照军种 专长 户籍地 等等条件选择 那在新制的部分是 后退先用 8年内退伍原则 编制入新训旅 还有限制后备旅 纵身守备旅者 好 再来看到 在这个操科内容的部分 包含的是有射击的训练 在过去12个小时 未来会改成28个小时 战斗训练在过去同样12个小时 那么在未来的话 会变成是有这个4倍以上 所以操科内容训练时间都拉长了 那今天的部分呢 有士兵 士官 军官是不一样的 还有新制教招三个配套 新制的应招员将你两次招训计算 2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 超过两个员工 如果说同时接种的话 接受教招那半数可以申请免招 12月就会公告教招日程 并且寄发预告书 好 很紧绷的台海这个时刻 明年新制将要来教招是4天 不知道大家的意见如何 那蔡总统是很相信说 美国会捍卫台湾 但是真的如果说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国会为台湾出兵吗 我们来问问大家 大家你认为美国会为台湾出兵吗 你认为会加1 你认为不会加2 那至于说如果在这个国军 自己要来防卫台湾 有信心吗 4成8有信心 4成7没有信心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海军陆战队的九旅 有40名官兵到关岛美军的基地训练 那至于说大家关心 那美国到底对台湾的态度怎么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记者连续追问三次 但是布林肯呢 他是疯狂的跳针 打死都不愿意说 愿意出兵台湾 愿意来护台湾 但是呢 这半针融合不说 我们是金融磐石的一个关系吗 那网友就痛骂说 真相大白 原来啊 不断地跳针 这才是美国的真面目 台海若发生战争 美国到底会不会为了台湾出兵 当蔡政府自信满满 听清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答案 蔡政府说和美国关系空前友好 主持人继续追问 打死不讲会出兵 主持人第三度追问 布林肯却疯狂跳针 鞋零零的真相一曝光 网友暴动痛批 美国的意思是 只卖武器 不卖命啦 蔡政府还要自作多情 骗百姓吗 更狂酸 苏贞昌 扫把赶快拿起来护台湾 我觉得布林肯 虽然说是战略模糊 也讲得很清楚了 要防卫的话 那是台湾自己的事 台湾方面尽可能不要奢望 在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 美军会来参战 那是不太可能 不认为美国的民众会支持 但蔡总统曾多次说 相信美国会捍卫台湾 还说我们和美国的友情 坚弱磐石 到底该怎么看 他怎么坚弱磐石 骗你的 他是有疫苗的 他不给我们 他眼睁睁地看着 我们去买复必泰 美国不是台湾的爸爸 美国是民进党的爸爸 民进党只敢 对着大陆鬼哄鬼叫 看到美国他就跪下来 当坚弱磐石的友情 是靠天价军购换来 当布林肯给了赤裸裸的答案 台湾人还要拿什么欺骗自己 蔡政府难道还要活在梦境里 记者林心灵佩捷 台北采访报道 伤党购换来 未经许电党